阻止一个人运动的因素有很多 很多时候只是自己比较懒而已 这是一种最适合懒人的运动方式 今天想要介绍的股票是这一支3034的莲勇 今天的日期是9月29号星期三 那这支3034莲勇呢 非常大支的股票啊 那我相信很多投资朋友对这一支股票也不陌生 那这支股价的单价比较高一点 现在一张啊要40万 而且你们看到他月K线的图形啊 他走的方式从 2019年年初突破这一个上压力区间大约是200块左右以后呢 他真的是一路往上冲啊 那最多冲到了这边 650块左右 2019年的2月 他的股价才 170 2021年的 4月他的股价来到 当月的收盘价来到624 那他这个涨幅啊有 260% 那其实 固定有看我 频道影片的朋友啊会知道说 我个人是不会挑 这一种 他正在爆发啊 或是 他已经涨了非常多的股票去做 但是呢 近几天 我在跟一位 我前公司的经理啊 在电话聊天的时候啊 他请我 帮他 看一下这支股票 那我不只看这支股票的月K线图形啊 我还是一样看他的 营收EPS 才发现说 哇 联勇这支股票 他的股价虽然 比较高了一点 但是呢 他未来的走势 算是不错的 那这一位经理 我在之前前公司工作的时候 他也 非常照顾我啊 那这个经理他跟我说 这支联勇他买在 515块 那我就跟他讲 经理啊 你如果成本价是515块啊 虽然说他现在是负的 但是你千万不要停损把他卖掉啊 这支股票未来一定会涨回来 那他的合理的价格呢 不止515块 这么低 还会再高一点 那他会涨回来的理由 还有他合理价格是多少呢 接下来我慢慢跟各位解释一下 好我们看一下3034联勇 他的 公司体质好不好 那现在的本益比才10.8 比20 低非常多 比20的一半 来得多一点而已 非常的低啊 那股价净值比呢 5.32 这个比1.2高的 稍微多了一点啊 那他的盈余分配率呢 过去5年 大约就是发 8成 多一点 那这个盈余分配率发放的趴数啊 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 怎样是可以接受呢 你不要发到9成啊 90%以上啊 甚至最好不要发到100%以上 也就是说你不要发的超过 你当年度所赚的 营收EPS 都发不够 用吃老本的 方式发盈余分配率啊 这个是最笨的公司才会做的方式 那年度的EPS呢 我们 待会用另外一个网站来看 那年均值利率的部分呢 2016 1718年呢 发7% 6% 5% 那最近三年开始发的比较少 4% 4% 今年才发3% 那这个年均的值利率发的少啊 原因就是出自于 他的股价在最近的三年 来一个暴升啊 那股价暴升的关系 EPS 没有追上 没有跟股价追上的情况下呢 他如果把他的 盈余分配率 FIX 固定在8成的话呢 那他的年均的值利率就会稍微的 下降一点 那你们可以看到这边 3034年永 他年度的EPS啊 2014年到18年 看起来还是走在一个区间上面 2014年发 11.85 18年发 10.5 可是2019年的时候呢 开始发的 比2014年还要多 还要多一些 2019年发13块 多了一块多啊 那2020年 他的EPS 更是来一个大爆发 当年度的 年度EPS来到19.42 那你们可以看到这家公司 季度的EPS啊 2019年 2020年开始 股价 股价随着 季度的EPS 增加股价往上走 那目前为止 今年的 2021年呢 他的第1第2季 EPS 还没有减少喔 那第2季 的4月 他的股价来到相对高点啊 5月6月开始往下走 那我们来看一下联勇他月营收的成长率啊 非常的夸张 全部都是红色的 我们看一下今年 123月 跟4、5、6月呢 我看到这边真的 不小心笑了出来 很少看到公司的 月营收成长率 增加了这么多 123月比去年的平均增加了5到6 5到6成 那4、5、6月呢 比去年平均增加了大约 8成左右 非常扯 那我们来关心 最近第3季啊 那第3季的营收有减少吗 没有啊 他还是在一个正成长的阶段啊 7月 比起去年同月 去年同月也就是 2020年的7月呢 他还增加了85% 那8月还增加了77% 那去年2020年的7月 2020的7月还比前一年 也就是2019年的7月 还增加了25% 那8月 2020年的8月 比19年的8月还增加31% 所以从18年的 4月开始 他的 月营收的成长表现啊 只有红根 完全没有这个绿根啊 一发不可收拾 非常的扯 可是在2017年的1月以前呢 他也是有好几个月 连续绿根的状况 那这个就是我们比较需要担心的地方啊 可是连勇呢 他从今年的5月开始 5月6月7月8月9月 连续 5个月他的股价 往下走 那这5个月跑票的是谁 我们的法人 他也是连续5个月卖超 可是今年的4月开始的营收 他有一个负成长 或是正成长比较少的状态吗 没有啊 45678 他每个月的营收 还是一个 爆发性的正成长 可是法人为什么要卖超出厂呢 这个就是我比较想不透的点啊 那连勇呢 他是一间半导体公司 如果对于连勇的 本业啊 或是产业面 比较有 比较有了解 比较有研究的投资朋友啊 如果你们 有时间不嫌麻烦的话 可以在影片下面留个言 告诉我 或是让其他各位投资朋友知道 最近5个月 连勇他的月营收增加 但是法人会出厂 你们就于他本业或是产业面 所判断 分析的结果 可以留个言 让我们知道一下 那我个人是做技术分析的 我还是会以技术分析的线图为主 那由于他现在 第3季的这两个月啊 他的月营收还是增加的状态 你们可以看一下连勇他的本益笔合流图 因为从2019年 开始呢 他的营收EPS 都是增加的状态 所以他的 本益笔 的这个 倍数线啊 就是往上走 那为什么2020年的5月呢 他往上的幅度 感觉 特别的 抖 因为就是这边 20年的5月开始呢 他的月营收的成长率 从 10% 12% 24% 30% 他月营收的成长率的正成长 又开始 加速成长 那算这个 月营收成长率 正成长幅度呢 我记得就是我们 财经系大一 为积分所学的内容 但是详细的公式呢 我现在其实不太记得了 好那我们看回来这个本益笔合流图啊 因为他这边 拉高是 刚刚提到的月营收 正成长率 又增加的状态啊 他在今年的 4月5月 也就是17 18周呢 最多来到这个 本益笔合流图的 橘色 也就是23倍啊 4月5月的时候 他的股价来到一个过热的状态 那现在 他的股价 从4月5月以后 开始往下走 可是呢 他的月营收 季度的EPS 并没有 减少的关系 所以他线途还是往上走 本益笔倍数线 还是往上 一直冲的状态啊 那现在股价在 407块 比这个紫色的本益笔 13倍还要低啊 之前有提到 我前公司的经理他买在 515块 他大约就是 紫色的13倍本益笔 再多一点 在这边 那为什么 会跟他说 不要卖呢 因为他的合理价格啊 我们接下来的假设就是 他的营收 不用一直往上冲 他的营收持平就好 也就是8月 接下来的9月 10月 11月12月呢 他比起去年的同月增减 是 0% 0% 0% 不要是 负成长 就可以了 只要他的 月营收 不要是负成长的情况下呢 他这个本益笔合流图的 倍数线会持平 那你们看到他 从过去的 两年到现在啊 20年的 年底之前 他是走在绿色的 本益笔 18倍的下面 那2020年的 年底以后呢 过热 绿色的上面 到了 橘色的本益笔 那接下来 他又跌到绿色 又跌到蓝色 又跌到紫色一下 所以 从过去的 两年来看啊 本益笔 绿色的这一条 18.2倍啊 联勇 合理的股价应该是落在这边 也就是比 650块再高一点啊 那我的那位前经理才买到515块 我当然是跟他说 不要卖啊 因为他的营收根本没有减少啊 所以 650块才是他的 合理的价格 那如果他 最后这4个月啊 他的月营收还是跟之前一样来一个爆发成长的话呢 他的这个本益笔倍数线啊还是有可能继续往上走 那那时候 他的合理价格可能就不是 650块了 会比650块 再高一点 甚至来到800块 也说不定啊 那当然 我以上所说的啊 都是根据 过去的资料 也就是技术分析线图 本益笔合流图跟他的营收 EPS的状况去做一个评估 未来是不是一定会这样走呢 我个人也没有办法说 100%保证 投资股票 有赚有赔 那我都会一直跟我的投资朋友说 一定要 量力而为 有多少的资金 就做多少的股票 没有那个屁股 就不要去拉那个毛坑 那这一支联勇的 股票的价格比较高一点 一张要40万 那如果想做他的话呢 你不一定要买 一张1000股 你可以买零股 但是重要的是 他在没有回到 我们所设定的合理的价格 之前呢 他的波动 也就是说 他如果真的掉到 比400块低 比 350块低 的话呢 你 可不可以接受这一个 跳动的幅度 你的心理的状态有准备好吗 还有你的 操作的策略 你的操作的策略有想好 未来的每一步 甚至 第3步第5步要怎么走 那这一支3034连勇呢 我现在也是在挑 进场的时间点 目前他的KT指标还是往下走呢 现在走到了46向下 46还是有点高 希望他走低一点 然后日K线图形呢 8月的时候他有突破 蓝色 甚至这个紫色的 120 半年线啊 那可是 8月中又往下 跌破了 半年线跌破了月线 那8月初的股价有到 570块 那我的前公司经理呢 他买的时间点 大约就是在 7月底 8月初这附近啊 联勇他现在的股价 持续的往下走 那也走在蓝色的月线的下面啊 现在可以进场买他吗 当然不行啊 至少第1个条件 他往上 涨破了蓝色的月线以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他月营收有没有出现负成长 然后呢他月K线的 K指标啊有没有出现第一根向上拉伸 接下来就是看他当月的法人是不是 法人卖钞结束了 出现第1根法人买钞 那就是我们可以进场 布局 去做他的时间点 那这只股票跟前面几只股票一样 如果我进场去做他的话 我会在我的粉丝 专页上面 发文 跟各位投资朋友 报告 如果想要跟我 差不多同时间进场的话呢 请不要忘记追踪 班杰明的投资笔记 脸书 粉丝专页 全身垂直运动 刺激血管 产生易氧化氮 被动 诱发主动式的运动 你只要站上去就可以 机器会帮您做运动 如果喜欢我今天介绍的内容 请订阅我的频道 按赞 以及分享给你周遭有在投资的朋友 您的订阅以及分享 是我持续创作影片 分享我投资经验的原动力 还有不要忘记追踪 班杰明的 投资笔记脸书粉丝专页 谢谢各位